9亿亩次 因此及时防治非常关键 截至目前 全国小麦病虫害已发生3.5亿亩次 比去年增加10%以上 并继续加重发展 尤其是对产量威胁最大的调袖病 比去年同期多了两成 眼下就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 今天的安徽寿西湖农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飞机防治 包括这里在内 今年安徽农坑的26万亩小麦都开始进行了飞机防治 而且都选用的是这种配方药剂 不仅防虫治病还添加了页面肥 保证小麦灌浆增产所需的营养 这就是配方药剂 飞机作业则大大提高了药销 节约成本二分之一 喷洒的均匀度比人工喷洒均匀度要高到两到三倍 最后可以增产 达到增产的目的 增产10%左右 同时 全国一万多个地面专业队正在各主产区积极防治 国家4000万元防治调袖病的专项资金也已波幅到位 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富铁山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07年4月20日20时08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76岁 沈阳机床集团 广州数控设备公司 在机床开发中 由过去的简单制造 转向生产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设备 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国际机床展上 沈阳机床集团展出了国内首台五轴联动力士加工中心 和五轴联动龙门加工中心 它的研发成功打破了国外对相关技术的垄断 并且将我国飞机制造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沈阳机床投入了1000多名的工程师 投入到创新团队当中来 我们每年拿出营额5%的钱用于产品创新 启动产品研发计划两年来 沈阳机床集团投入研发经费上亿元 在航空航天船舶等领域 先后开发出中高档数控机床产品290余种 许多产品批量进入德国 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为了提高研发速度 很多新项目都是由两个课题组并行研发 一方面是保证项目的成功 另外一方面也是引入一个内部的竞争机制 并行研发的模式大大缩短了新产品研发周期 仅仅是这一款产品 去年的年产值就超过了两个亿 这两个开发团队的投入仅仅是1000万而已 与此同时 广州数控还常年坚持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和课题公关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目前广州数控已拥有15项专利技术 主持参与制定了6项行业标准 全国铁路第6次大提速后 高速度高密度高等级的成绩客车 在主要城市群内开行 部分区域内的城际铁路公交化格局正在形成 家住江苏昆山的朱胜宇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 每周都要有两天到上海的总部上班 铁路提速后 上海与空山间的15趟动车组列车 特意安排在上下班时间开行 而票价仅比上海出租车起步价贵几块钱 被当地人称作上下班班列 现在从上海开往南京杭州等附近城市的客车 平均十几分钟就有一趟 密集时达到每5分钟一趟 和长三角一样 如今在环渤海珠三角城市群 以及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的重点城市间 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旅客列车高密度开行 区域内时空距离的缩短 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快速流动 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多的选择 火车提速以后呢 从上海到苏州只要半小时了吧 那我可以在上海工作 然后在周围的小城市买房生活 这样会很舒服的 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 得到了各地教育工作者的拥护 大家认为网上淫秽色情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打击网络淫秽色情刻不容缓 黑龙江辽宁天津等地教师近日发出了打击淫秽色情 构建网络道德的倡议 严厉谴责利用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从中牟利的不法行为 黄色网站就像精神鸦片一样 学生一旦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他们为了谋取暴力 不惜以牺牲祖国的未来为代价 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应该遭到全社会的谴责 这样的网站的基因者我认为说是非常没有社会责任感 而且缺乏道德非常的可恶 公安机关应该要把它打掉 湖南江苏吉林等地的部分学校通过引导教育 帮助学生自觉抵制黄色诱惑 构筑网上精神家园 在中南大学心理辅导老师定时在网上与同学们在线交流 引导同学们健康上网 应该从网关的方面着手 就是把一些不健康的一些内容给过滤掉 让大学生不能就是很轻易的就能看到这些不健康的信息 本质上要把它去掉的话 我觉得应该靠国家的法治 要我们以法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改变这个现状 要加大力度持之以恒 把这项工作做好 使那些非法的黄色网站无藏身之地 从我们的身边永远消失 从事农技推广工作26年 帮助农民减灾增收 始终是他坚守的职业信条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为您介绍 海南省丹州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吴满风 一大早 吴满风就在甘蔗地里忙碌着 指导浙农们合理施肥 怎样分苗补苗 甘蔗种植是单州市的传统农业 为了提高甘蔗的产量 吴满风从04年开始向浙农推广甘蔗新品种 最初大家都不怎么接受 吴满风就亲自种示范田来说服这奴 到我们村以后拿两块地来做示范基地 一块种新品种 一块种老品种 结果每某地新品种比老品种 都增加了散量是两到三顿 有新品种还要有新技术 吴满风又开始在丹州农村 推广测土配方视为新技术 去年王武镇东国高产示范基地 根据吴满风为他们开出的施肥新处方 通过科学合理的施肥 2500亩冬瓜收入达240多万元 有病虫找吴主任 这是丹州农民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5年丹州发生了罕见的蝗灾 眼看这农们的辛苦就要化为乌有 吴满风心急如焚 他先后选用十几种农药 背着40多斤重的喷雾基 在甘蔗地里反复饰演 终于配置出了效果好成本低的灭蝗药 为这农挽回经济损失5000多万元 我们把我们掌握的新技术交给了农民 看到农民赚了钱 我们心里很舒畅 恰逢中国话剧百年诞辰 一批反映农村新变化的作品 成为艺术工作者聚焦的热点 宁夏话剧团演出的农机站长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农民 总政话剧团的黄土瑶等 关注三农问题的话剧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农村的新生活 受到观众的欢迎 火热的生活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灵感 在反映城市生活的同时 许多话剧表演团体坚持深入生活 深入基层 关注农村生活和农民 写农民喜欢看的戏 写农民认可的戏 朴实的语言 浓郁的香音 丰富了话剧的创作和表现空间 拉近了关注与舞台的距离 仅话剧女村长就在农村演出了近千场 据了解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三十一台 进京参加展演的剧目中 就有八部作品表现今农村生活 从三农问题到新农村建设 从致富之路到和谐社会 充分体现出艺术家对农村农民的关注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近日宁波、厦门、黄浦、深圳等地海关 集中销毁了一批假冒、耐克、路易威登等 几十个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侵权货物 这些货物包括通讯设备、服装、手表、皮革制品等 2006年以来 全国海关共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2475起 案值2.04亿元 以爱与和平为主题的妈祖之光相约中南大型电视晚会 昨晚在台湾台中县大甲镇露天体育场举行 祖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马来西亚、加拿大本地的艺术家们 通台放歌、输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由美国北加州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的旧金山游子银合唱团 昨晚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大陆巡演的首场演出 旧金山游子银合唱团由旅美华人组成 其中台港澳同胞占半数以上 全国13个省市的6000多考生今天参加了改版后的汉语托福考试 今天首先举行的是中级汉考 初级和高级汉考预计在今年12月份推出 2008年底之前将实现新旧汉考的全面并轨 第八届全国工程建设系统汉工技术比赛今天在安徽淮南开赛 来自全国冶金、电力、化工等13个行业的160多名汉工选手参加了岗位比武 第十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日前在福建实施举行 参展的台资企业达60多家为历届之最 展会期间将举办海峡两岸纺织产业合作经贸论坛 台湾时装设计及纺织新技术发布会等 第24届维方国际风筝放飞大赛今天拉开帷幕 参赛风筝除传统的板式串式软翅类风筝外 动力风筝、遥控风筝等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风筝 成了放飞场上的新宠 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只风筝代表队参加了角逐 第7届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今天在青岛牢山启动 从今天开始 登山大会还将在北京、四川、重庆、新疆等20个省市自治区陆续展开 一直持续到11月份 直接参与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将达到150万人 东高新月禅师赴日本传艺330周年纪念活动 昨天在杭州举行 东高禅师康熙年间东渡扶桑、弘扬佛法、复兴日本秦道 传播书画、撰刻艺术 被尊为日本近世勤学之祖、撰刻之父 和曹洞宗受娼派开山鼻祖 新华社消息 日本政府在20号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中表示 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法庭 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在中国桂林抢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被安抚的判决 对此没有意义 已被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宣布停职的罗马尼亚总统博塞斯库20号宣布 放弃他之前表示过的辞职考虑 让选民在全民公爵中决定他的命运 博塞斯库表示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 他将与民众密切接触 并将思考如何根据宪法规定 以及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来更好的行使总统职权 联合国难民署20号说 今年2月以来 为躲避战乱而逃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居民人数 已超过32万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 目前联合国难民署正在难民比较集中的 阿富哥耶地区发放旧品 但近日来摩加迪沙不断发生的战斗 已经影响到救援行动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约翰逊航舰中心 20号发生一起吃枪劫持并杀害人质事件 劫持者在航天中心的一栋大楼内 枪杀一名男性人质后自杀 一名女性人质获救 当地警方说 劫持人质者是一名白人男子 是航天中心的合同工人 目前还不清楚他的行凶动机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号 与总理亚努科维奇就化解国内政治危机进行了会谈 尤先科在会后表示 如果在短期内能够形成一揽子妥协方案 他同意暂停实施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的命令 尤先科说 作为条件 议会必须通过包括选举法 反对派法 议会运作常序法等法案 尤先科还要求就修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古巴政府20号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 释放恐怖分子波萨达 声明说 美国政府释放波萨达的做法 是对在1976年飞机爆炸事件中遇难者的侮辱 波萨达原籍古巴 1960年加入委内瑞拉基 1976年他参与炸毁古巴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事件 造成73人丧生 德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他们在人体血液中发现了一种苏氨酸 可以阻止艾滋病病毒附着侵入人体细胞 这一发现为抗艾滋病药物的开发提供了新途径 近日加拿大纽纷兰西部丹尼尔港的一处海岸突然塌陷 几座民房随之被毁 当地政府警告说 至少还有四座房屋可能随时塌陷 附近的居民目前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 此外受塌陷事件的影响 通往丹尼尔港的高速公路也已被封闭 专家分析说 出现海岸塌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气候变暖 导致土层松软 此外海水的侵蚀使海岸塌陷加速 近日意大利的一支探险队决定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 重新造访东方 按计划探险队将像马可波罗一样骑马踏上正程 探险队将于今年秋天从维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出发 途经罗马尼亚土耳其